他的名字叫做歇朝暉 那么他过去就是拍过 蔡英文他的一些影片 所以跟陈鸿关系非常好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导致那个 组织部 妇女部的这个主任 担心说会得罪到总统的好朋友 所以不敢这个 正式的来办理这件事 依法来办理 而且这件事情也烧到 太阳花的小英雄林辉煌 当时他担任民进党的 傅秘书正好在督导妇女部 结果林辉煌也疏忽 没有进一步去了解 这个受害的李党公的情况 这个事就不了了之 导致那个李党公后来辞职 这个事件其实凸显了一件事情 就是民进党的权势文化 导致这些党公呢 那么他的正义感呢 那么可以说呢 不敢讲真话 不敢这个勇敢的把这个不法的东西 揭花 妥协的文化 不敢讲真话 不敢这个追求正义感 我想这个就是目前民进党的党文化的 倒露的一个很明显的案例 那么同时这个事件呢 不只是这个对这个妇女部 这个现在已经升到副秘书长 这个许副秘书长 那么他辞职 那么现在连林辉煌 林辉煌都受到影响 那么昨日后说要林辉煌退选 所以说这个火还继续在烧 那其实呢 另外一个更受到影响 就是赖清德正在推的 在永和 在这个综合一个李正浩 那么要五党籍的跟民进党合作 那么也被揭花 说这个李正浩呢 他可能过去跟他的女朋友 涉及到偷拍这个事件 所以呢 很可能这些这个事件 会波及到这个李正浩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民进版的me too 可能继续在发酵 那我们认为呢 民进党由于这个完全执政之后呢 那整个权势高张 那么导致呢 那么整个不敢讲真话 大家都变成听话的人 不敢去挑战这个 所谓的国家领导者的权威 那么目前那么赖清德呢 已经定于一尊了 但是你看这个李正浩这个事件 很多党工都提出意见 那么到现在还没有处理 那我想台湾的确需要有多元制衡的力量 完全执政就完全傲慢 这就是现在民进党典型的现象 所以台湾需要能够呢 这个两党都不要过半 那么要变成一个多党 那么多党的平衡 这样不同的声音 才能够呢 更方便 更容易的能够凸显 就这样还没有处理 那么多党的 这个党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